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可以受邀担任这周 公共电视PayPal公民新闻的课作总编辑 我是林玉琪 目前就读于实践大学社工系大三 我的公民记者账号是FINE 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三则新闻 第一则是周老爹的听障者的新帮手 好耳朵及时听打 我自己本身也是听打员 在实践大学的资源教室和台北市劳动局 劳动力重建出服务 听打员最主要的任务 是将环境中的听觉转变成视觉 帮助龙人可以接受到身边环境声音的变化 所以也可以乘坐龙人的耳朵 这则报道总共有九分多钟长 里面访问了听打员、听打员指导老师 和多位的龙人、听障朋友 里面也拍摄了现场画面 是一个很丰富的报道 在访问龙人朋友时 也有请龙人朋友说出自己听力的状况 可以让不了解龙人或听障的朋友有机会 了解知道大概的状况 那里面也提到了今年立法院 在12月1日删读通过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 其中第61条将听打服务 纳入地方政府服务项目 预计在两年后实施 所以未来我们在公共场合 除了会见到首议员以外 我们也有很大的机会遇到听打员 最好跌这则报道 除了介绍听打员这项职业以外 也让不知道这项服务的朋友 有机会可以透过报道知道这样的服务 那身为听打员我要再补充一下 常常我们在工作现场都会被听人朋友抱怨 说我们的键盘声音太吵 我们也会讨论要用哪一种键盘 可以降低噪音 可是在速度快的情况下打字 目前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静音的 所以如果在现场遇到听打员 可能要请会害怕噪音的朋友 坐远一点的位置才不会被干扰 那目前为止还是要先请大家就是同理包容 那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着发明无声键盘 或者是一起来讨论听打服务 要怎么做会更好 那么第二则报道则是 彰化线环境保护联盟发出的反空污系列报导 反空污系列报导 目前po上来的总共有五篇 分别访问了胸腔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 云林六亲受难者家属 配线癌病患空污过敏族群 那么我会推荐这系列报导的原因是 空污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空污也不是一日造成的 彰化线环境保护联盟以公民的力量去追踪 访问了医生 家属 癌症病患 过敏族群 可以让我们看见真实且贴近生活的例子 那另外我们点入 彰化线环境保护联盟的网页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文章分类的部分 分类得很仔细 可以让人一早就找到想要找的资料 在文字说明的地方也有清楚提到 12月26号有一个全国反空污抗暖化的游行 预计下午一点在环保署前面集合 号召万人戴口罩到总统府表达诉求 里面也有详细的把五点诉求和游行资讯 写出来 让大家可以接受到完整的讯息 那我要介绍的第三则报导是 视觉障碍全导找回自我肯定价值 是由辅大生命力新闻记者 蔡汉婷、徐一贤的报导 我们看这则报导只有短短的 1分24秒 但在前三秒开场画面 就已经足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而这则报导的标题也下得非常好 视觉障碍全导 结合到报导内容讲到盲人与视障的保龄球运动 这则报导除了影音的部分以外 在底下文字说明的部分也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是一则完整的报导 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聋听朋友的听力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公民新闻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上志 这时候如果影片底下 又没有足够的文字讯息 去说明说我们这则报导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对聋人还有听障朋友来讲 是非常难知道我们公民新闻到底在做什么 也很难接受到公民新闻想要表达的讯息 所以之后如果我们有 在做公民新闻还有心有余力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 多在底下的文字描述 多描述一点 或者是在影片上面上志 可以帮助聋听朋友 更清楚的接受到我们公民新闻 想要报导的内容 那我们我今天就介绍这三则新闻 谢谢大家